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 他还能为娘家吗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水 哪儿还有脸子 是啊 你说他也没有个儿子 这 以后会怎么过呀 这辈子 也就能当个姑子啊 是啊 她水管 她水管 这也不是桃家当上奶奶吗 听说 得桃家个亲人 桃家当上演 要取新人 他也没个儿子 她怎么知道不呀 我现在这个地步了呀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不是桃家的大少奶奶吗 这不是桃家的大少奶奶吗 来了来了 潘小姐 伯母您好 您好您好 快请进吧 我给莫菲拿了些药 太好了 谢谢 多少钱我把钱给你 您太客气了 莫菲他怎么样了 伤得严重吗 他 他已经醒了 要不你进去看看他吧 我就不进了 我还上班呢 伯母 那我先走了 来 莫菲 跟妈说还哪儿疼啊 没事 老说没事 那全身都是伤 就说没事 快来坐 来 妈 我这不是怕你担心我吗 你呀 从小到大就这样 在外面挨了打受了欺负 从来都不跟妈说 你真当妈是瞎子看不出来呢 妈 你不也是一样 这么多年 一直被那个大妈欺负 你也从来都不说 老爷呢 曾经就跟我说 说你的脾气个性 太像我了 对了 那个假遗嘱找到了没有 被日本人给烧了 我还差点中了圈套 这一次多亏了江雨晨 要不然我肯定做大佬了 我担心 没有证据 就扳不倒你大哥 也阻止不了 知子驾进曹家 他就在这儿 就别操心了 这个事啊 我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你的伤美好 你可不许乱跑啊 知道了 妈 桌子上的药 这个是 潘桃刚刚送过来的 他有没有说什么 他没进来 放下这些伤药 他就走了 莫菲 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了 我跟潘桃分手了 分手了 如果真要是分手了 潘桃就不会早晨跑到咱们家来 给你送这些伤药 妈是过来的人 潘桃的那个眼神啊 妈不会看错的 妈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潘桃有一个好朋友 叫冯美云 那个美云 我知道她对我有好感 但是我不喜欢她 我也跟她说清楚了 也不知道美云 跟潘桃说了些什么 从那以后 潘桃就故意躲避我 你说我明明都已经求婚了 谁知道她说变就变了 莫菲 你是男子汉大丈夫 主动一点找人家姑娘 妈 大娘 警察局 就这么轻易地放了潘莫菲 没能当场卓阿菲 眼明正深 很难指认曹莫菲 这没有充足的证据 许局长也很难对外交代 不过 假衣朱已经被烧了 曹莫菲绝对翻不了盘 说得也是啊 回去转告你们许局长 感谢她对我的帮助 我今后少不了她的好处 是 高田先生还要什么吩咐 你 先回吧 是 高田君 就这么放了潘莫菲吗 徐坤 太狡猾了 他不会为老高田 而放弃了自己的利益 逼迫得太紧 怕她反水 真是一只老狐狸啊 我听说 江玉辰做了 曹莫菲不在场的证明 高田君 这个人不可靠 江玉辰 曾经也是一方的大少爷 心里有算计 不会像曹莫菲那样 俯首替耳 不过还好 甲医主已经被我烧了 如果芝芝小姐 能够成功嫁入抄家 这局 就算我们赢了 上一局我们暂时赢了 可这一局 才刚刚开始 这棋盘上 都是宾州铁路公司的股东啊 都是宾州铁路公司的股东啊 没错 如果芝芝小姐 能够成功打进 宾州铁路公司董事会 高田君 宾西铁路 就是高田洋行的了 不 芝芝小姐过于闲眼 如果她进去 肯定会遭到董事们的反对 凭她的能力 现在还不足引驾驭 这种复杂的局势啊 那您这是 什么意思 我们得做两手准备 既然之子 吸引了所有的火力 我们为什么不下一招暗棋呢 暗棋 你 二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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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了 我不会把我看出曹家了 二妈 你帮忙我 你救救我 你 你先起来 快起来 大嫂 大嫂 赶紧起来 莫菲 莫菲 我求求你 莫菲 莫菲 我求求你 你再抱我一次 大嫂 我跟你起来 只要我能回到曹家 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大嫂 起来 大嫂 起来说话 快起来 起来吧 先起来 起来 快起来 快起来 玉娥啊 莫菲啊 为了偷那个假遗嘱 也受了伤 还差点没命 不过 不过那个假遗嘱被烧了 现在没有证据 可以扳倒大少爷了 阿 你别着急 我们再想一想其他的办法 没有时间了 我儿妈 三天之后 我请娇和那个日本女人结婚了 玉娥 快别哭了 这样 你呢 先在我这儿住下 只要有我一口吃的 我不会亏待你的 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二爸 走 不就是我对不起你 好了好了 大嫂 你先冷静冷静 跟我妈进屋休息 让我再好好想想办法 看看 有什么可以阻止大哥和质子结婚的 好 走 李先生 你给我的实景报告我看过了 看来 杀害曹董事长的人 除了日本人 我怎么觉得 还有一个幕后策划者 你说得没错 这个人花钱 雇了爷老虎 绑架了曹董事长 我怀疑 胡淼盗走那三百万铁路基金 跟凶手也有关联 此人隐藏得很深哪 至今没有一点线索 那就从阎老虎入手 从他那儿也许能找到蛛丝马迹 对了 这件事 暂时不要告诉曹莫菲 我怕他一时冲动 把事情给绊砸了 你放心 妈 嗯 你这又忙活呢 来 喝点水 走 是 不 冷 词 语 语 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我啊 提出成立民团 帮助剿匪 上边批准了 是吗 我想咱们正好借这个幌子 招兵买马 行 但是 这个民团呢 不能列入编制 武器 弹药 包括军饷 都得咱们自己想办法 我把你找来呀 也是想和你商量商量 这钱 从哪儿出呢 我这也没有什么钱了 上次一笔钱 都买了宾州铁路公司的股票 现在这铁路公司呢 要修铁路也缺资金 找了好几家银行 也不放贷款给我们 我还得抽啊 实在不行 我就把华欣商会 抵押给银行 变现 抵押商会 那朱绍轩能同意吗 那是他的命根子 华欣商会 是我江家的财产 它就是一款家 我想怎么干 我就能怎么干 你可别这么想 颠大欺客 奴大欺主啊 这个朱绍轩啊 不好对付 明白了 对了 夫妇 明天呢 曹家办喜宴 高田呢 亲自送质子去承津 您再讲吧 帖子我倒是收到了 不过那个场合有日本人 我去不合适吧 爹 要不然我替您去吧 到时候 我跟益晨一块 也行 那就这么定了 好 这个高田 对我是不放心 想要派质子 监视我 高田那个人啊 诡计多端 他这么做呀 非常正常 我答应过你 在你出嫁的时候 我为你做一件佳衣 我答应过你 在你出嫁的时候 明月 你还记得我们之间的承诺 我真的太感动了 我祝明月一诺千金 说到的话 一定会做的 你这么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真的很开心 不 你我力上互头 有意到此为止 以后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各不相同 明月 如果我帮你得到草莫菲呢 你想跟我说什么 明天我就是曹家的大少奶奶 我可以让曹莫菲 风风光光地娶你进曹家 你疯了吧 这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的 我能做到 你心动了对不对 我听见了你的心跳 之子啊 你休想玩弄人心 我是不会上当的 你真要让祝明月嫁入曹家呀 祝少先是宾州的第一大商人 祝明月是她唯一的女儿 如果她嫁进了曹家 就等于把祝家的财产都带到了曹家 早晚有一天 曹祝两家的财产都是我的 朱绍轩 倒是一枚不错的棋子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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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莫菲 莫菲 你看见你大嫂了吗 妈 大嫂不是在你屋睡觉的吗 我刚进屋叫她吃饭 可是她不在屋 这大早晨的 能去哪儿呢 今天曹家办喜事 大上晚才不会去你那天吧 别胡说八道 不过 我早晨确实看玉娥的 神情不太对 我真担心她会想不开 妈 先别着急 我们出去找找 好 好 走 快走 啥情况 怎么还没来接我呢 你们怎么来这么晚呢 今天办喜事人手不够 快 进来干活 今天曹家婚礼 金大人不到场 却是派王副官过来 是不是 他不给曹家面子了 怎么 朱老板觉得我这样的副官 不够格 不过可惜了 不过可惜了 像这样档次的喜宴 恐怕你以后参加的次数 不多了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知道 江雨晨要把华新商会 抵押给银行作贷款 估计你要退休 回去养老喽 小心 让你让我来 怎么可能 刚才我在门口还见到她 我怎么不知道 这可是我亲耳听江雨晨 跟我们金大人说的 对 我说你在这儿 你不许多了 你不许多了 我看你 你不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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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叔 恭喜曹大少爷 恭喜啊 老少爷 恭喜啊 恭喜啊 曹大少爷 恭喜恭喜啊 谢谢 谢谢 请留步 有失 这是我们谭爷的一点心意 请笑纳 谭爷 已经收了谭爷的贺礼 还有礼物 快意赌场的代金券 共五张 可以做五千块钱的筹码 如果 曹大少爷感兴趣 可以来做做 多谢谭爷好意 早就听说过快意赌场 跟谭爷说我会去的 那我们就 恭候你的大驾光临了 好的 知子阴谋得逞 他与曹墨青的婚姻 让日本人 获取宾夕铁路控制权 成为可能 但却让他们 与江玉成的合作关系 出现裂痕 集思已到 有请新娘 一拜天地 爱高堂 老爷的牌位 玉娥啊 把老爷的牌位给我 听妈的 你别过来 这是老爷的牌位 见牌位如见人 轰出去 谁敢动 行行 把牌位给扔了 玉娥啊玉娥 你把牌位放下来 有话好好说 行 你说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我今天来 我就没想活着出去 我告诉你 即便我今天不来 这个女人 就是她 以为把我给杀死 玉娥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我去 我告诉你们俩啊 你们好自为之 别毁 胡说八道 赶紧给我捏出去 快快快捏出去 我们都别动 我就是让大家都看看 我赵玉娥 一丝明治 胡锡 胡锡 你 好 胡锡 来 干什么呢 曹家喜事变丧事 圆配舍命斗续贤 曹家大少奶奶死得太惨了 现在不知道莫菲怎么样了 你听说了吗 董事长带着她的新太太过来了 准备要召开股东会议呢 我过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个事 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 曹董事长 怎么了 下次开会能不能提前通知一声 啊 这样啊 很棘手嘛 打漏了很多工作的安排 哎呀 抱歉啊 江少爷 开会吧 曹莫菲 谁让你进来 这开董事会呢 回避一下 曹莫菲所持股份虽少 可也是股东之一啊 是啊 难道你不知道 今天把大家召集来 我是想说一下 我最近身体不好 想休息一段时间 但公司的事也不能不管呢 是不是 所以 我决定任命我的太太 滕景之子为董事长秘书 可以全权代表我处理公司事务 怎么能让日本人进来 我反对 老董事长尸骨未寒 你就准备让日本人的爪子 申进公司来吗 知子是我太太 就是曹家人 可以全权代表我处理公司事务 曹莫菲 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 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曹董事长规定 外移不得入骨 曹莫菲 你连你爹的移命 都不顾了吗 我爹是我爹 我是我 规矩是人定的 可以改 老黄历就不要提了 莫菲 各位 我出任董事长秘书 并没有入骨 所以 不算违反规定吧 曹太太想当董事长秘书 那我想请问你一句 你懂我们铁楼公司的业务吗 什么是诡据 限制坡度 最小曲线半径 这些专业知识你都清楚吗 曹莫菲 我让你在这儿坐着就不错了 废什么话呀 此言差矣啊 既然是董事会 在座的董事 都有发言权哪 曹莫菲说得没错 曹太太 您知道怎么修铁路吗 我太太 莫菲 各位 江少爷对铁路也一窍不偷 他为什么能当总办呢 别忘了我这上车 我这个总办呢 只管拉钱 其他的一概不管 一概不管 有钱走遍天下 没钱寸步难行 江总办是我们公司的财神爷 少了谁也不能少了他呀 嗯 高总 您怎么看啊 我这人 咱也不懂 我为姚会长马首示战 那这么说 就是都不同意了 各位董事 这是因为我丈夫最近身体不好 所以她不能处理公务 我出任董事长秘书 只不过是个传话筒而已 各位何必这么咄咄逼人呢 曹太太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此事 董事长 你要三思而后行啊 哎 我呢 就一句话 不要搞什么花样 宾州铁路公司 不准外移进入 大哥 我也想问你一句话 我和大嫂的血擦干净了吗 曹莫菲 不要冤枉 我 你不看了 我看了 你怎么看了 我看了 你怎么看了 你怎么看了 以后再做什么决定 能不能提前通知我一声 不要让我显得这么狼狈和被动 方博 曹董事长 你 不要以为有了什么靠山 就可以为所欲为 在这个公司里面没有我 你寸步难行 侄子 你太任性了 这江玉辰生气了怎么办啊 你又没有什么把柄捞到他手里 你怕什么呀 也对啊 假衣柱也伤了 我是懂是这样 我说了算 是啊 莫金 你是董事长 任命董事长秘书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我这儿有个公函 你在上面盖个章 就即刻生效了 来 早说嘛 那开什么董事会跟他们废话 公司的事 就全都交给你处理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帮你办得好好的 老婆 哎呀我最近太烦了 我能不能出去放松一下呀 我们日本女人 我们日本女人 是最听男人话的 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都会在家里等你 好好地服侍你的 太好了 谢谢 我去逛一趟快艺赌场 那我做好宵夜等你回来 好 走了 老婆 白痴 至此这个女人太校长了 明目张胆地打公司的主意 没办法 她有曹墨青给她撑腰 我们十分被动啊 丁叔 难道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再这样下去的话 宾夕铁路就会被日本人控制 我们想要打破满铁的垄断 不就是一句空话吗 进来 丁总工 丁总工 来了 莫非 你脸色不好 没事吧 没事吧 我没事 丁总工 那个日本女人来公司干吗 从现在开始 她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秘书 什么 以后由知子管理公司的运营 那不就等于把公司送到日本人手里了吗 是啊 幸好 江亦辰保持中立 没有支持之力 我们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丁总工 如果 我 让莫非 跟江亦辰联联手 是不是可以抵抗志子 这才当了几天的总办秘书 就处处为江亦辰说话 莫非 潘桃说得对 如果我们可以联合其他董事 孤立志子 我们还是有胜算的 他江亦辰一心想吞并宾桌铁的公司 他能跟我合作 你别忘了 三国时期 东吴和蜀国也有矛盾 但是为了对付曹操 还不是一样联合起来了 莫非啊 我希望你跟江亦辰 先联手赶走之子 你们那些个恩恩怨怨 以后再说 那 如果公司的股东 有三分之二 同意重新选举董事长 我们就能再度投票 如果江亦辰能够投票给莫非 莫非就能当选董事长了 好办法呀 莫非 你不妨和江亦辰 好好商量商量 莫非 别影响失大 向高田洋行申请贷款 是 我们公司现在资金流出现了问题 再不注资的话 恐怕要关门大吉了 高田洋行条件丰厚 三天内就能付全款 我不觉着有什么不妥 贷款需向高田洋行 抵押路权五十年 这真是济世活菩萨呀 江总白 你不要忘记 想要做东北王 就只有和高田先生合作 我们能捧你 我们能捧你 也能推翻你 是的小爷啊 我呢 不喜欢受人威胁 江玉辰终于意识到 继继继续与日本人为伍 不仅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反而会与父亲的希望被盗而驰 他开始后悔以前的选择 决定 回头是岸 不出所料啊 江玉辰 他根本就没有诚意和我们合作 他一直想独霸兵州铁路公司 当作与我们谈判的筹码 你横插一杠子 他怎么可能高兴啊 还好 我有曹墨青这个王牌 别高兴太早了 你抢走了江玉辰的傀儡 他可以重新投票 再选出一个傀儡来 目前看来 这个曹墨菲是最合适的董事长人选 万一他们重新选择董事长 我煞费虎心地嫁到曹家 岂不是白费心机 只有曹墨菲跟江玉辰反目成仇 这个局就可以破 我想不出来 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翻脸 曹定帮的尸检报告出来了 在这个里面可以大做文章 原来高田军已经筹划好了一切 等一会儿 牟村雄就会将这份稿件送到冰州日报 明早就看到 特大新闻 曹定帮 夜明死因 交与陈南朝一点 曹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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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明死因 交与陈南朝一点 对 对 你也有份 干嘛呀大早晨起来的 你发什么疼啊 报纸上都登了 还敢狡辩 报纸上登的你也相信吗 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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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莫菲… 莫菲,干嘛 莫菲 莫菲… 来,让一下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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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打起来了 谁啊 莫菲和江玉珍 好了好了,回去上班 啊 回去吧 走 莫菲… 江玉珍 你们俩给我开门 开门 莫菲一定是看了今天的报纸 来找江玉珍算账了 这种消息他也信 这中间一定有人搞鬼 曹王妃中计了 可疚 不,否半斗 快点ry 开门